為了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義 我是黃志賢 歡迎收看黃志賢 葉問 最近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一些經濟學家 而他們主要的貢獻是因為 他們在研究如何脫離貧窮 可是大陸從2014年開始 定每年10月14日是不平日 而習近平在十九大的演說裡面很重要的 就是他立了什麼時候中國進入小康社會 什麼時候脫離貧困 讓中國幾乎沒有窮人 這樣子的一個舉世第一的成就 其實世界各個國家以中國這樣大的一個size 幾乎不可能做到 而中國會怎麼做到呢 但我為什麼現在講這個呢 因為10月17日就是扶貧日 但下個禮拜我會好好的我們來好好的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從大陸現在積極在做的 為了金門廈門為了馬祖福建所做的事情 一件事情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大陸可以讓那麼多的人口 8300萬以上的人口脫離貧窮 為什麼整個中國大陸它的經濟會突飛猛進 就在於他心心念念要讓人民的生活過得更好 人民生活如果不好 如果國家貧困 人民窮困 國力衰弱 落後你就要挨打 挨打你國土就割讓 這是我們中國人這一兩百年來所受到的最強大的一個教訓 而台灣在甲午戰爭之後 馬關條約之後 割讓給日本發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下個禮拜10月25日就是台灣光復紀念日 現在在台灣沒有人紀念台灣光復 但葉問每一年都要為你來紀念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好好的討論 台灣曾經過去發生的可歌可泣的抗日的故事 今天跟我們一起打拳的前監察委員葉耀鵬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邱毅 志祺強好 大家好 前立法委員蔡正元 主持人大家好 這個消息其實在台灣當然也沒有什麼人重視 10月13日兩岸專家40多名齊聚福建福州 舉辦台灣海峽繼金馬通橋專題研討會 要討論從福州到馬祖 從廈門到金門通橋的方案來討論 那金門在這大金門小金門 小金門有一些島 小金門到廈門最近的距離是6000公尺 我曾經在這裡廈門的旅館上面 然後打開窗子 直接目視就可以看到小金門 6000公尺 然後他要在這裡大登島到金門 那大登島就將來廈門的機場會在大登島這裡 那也就是說蓋了橋之後 你搭飛機你要去金門 不用再走金門這個小機場 大霧金門機場就要封 所以台灣跟金門的交通場是不通的 那你坐飛機到大登島 開個車子你就到金門了 所以整個金門就會融入到廈門的生活圈 變成一個驚嚇的生活圈 而事實上金門的很多人 就是過去從福建的泉州 然後走廈門然後到金門來的 是大部分都是很多都是泉州人 好那陸委會發言人邱水正 當然立刻開始罵你要分化台灣你是要統戰 然後金門縣縣政府當然也不能夠講什麼 心裡是希望的 如果你到金門去做民調 大概八九成的金門人是希望趕快蓋大橋的 現在金門喝的水也都是來自大陸福建泉州的水 那這件事情在台灣沒有人注意 可是過去金門經過福建十幾年的努力 終於讓金門人可以喝到泉州的水 這個橋會通嗎 是不是要那個蔡英文他下台了 才有可能通橋的這一日呢 大陸是基建狂魔 蓋這個跨海大橋 簡單的不得了 但政治上很難 如果說金門跟大鄧島蓋一個橋 就是分化台灣 那如果從平潭要蓋一個高速鐵路到新竹 那就攻佔台灣是不是 所以我是覺得民進黨 我好希望趕快蓋 民進黨這些官員們 這個台獨思想濃厚 害怕中國崛起一天天壯大 而且害怕台灣的老百姓 認知到說中國崛起那個強大的力量 是個勢不可擋的一個局面 所以啊他們竟然講 那有的沒有 其實反應了也就是 怎麼叫分化台灣啊 請問金門是台灣的一部分嗎 不是嘛 歷史上也不是嘛 金門是福建的一部分 對嘛 對嘛 有沒有搞錯了 所以我是覺得 他們已經到了胡言亂語 你不曉得怎麼去回應了 至少第一個 有大鄧島跟金門的這樣一個橋 這對金門是善意的 那第二個呢 其實金門本來就是 廈門跟泉州經濟圈的一環 反而跟台灣島的經濟來往 關係不大 要不是因為蔣介石先生的話 金門跟台灣還是沒什麼關係 那金門跟台灣關係 最密切的例子上 有一個很偉大的人物 那個人叫鄭成功 鄭成功第一次舉旗 要反清的時候就在金門 召集兵馬 那時候當然還是個很小規模的 一個軍隊就在金門 那到最後最後他軍隊壯大了以後 能夠近戰台灣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 這個漢民族能夠到台灣啊 就要感謝金門 要不是沒有金門提供給 這個鄭成功當作一個軍事基地的話 後來也沒有這樣的歷史的發展 那金門呢又為台灣承擔了什麼 國共內戰的823炮戰 還有古寧頭 對 所以金門人的犧牲有多大 所以台灣人目前可以吹牛啦 我現在什麼過了什麼生活啊 第一個要磕頭的兩件事情 要是沒有金門 你的祖先都來不了台灣 因為都靠鄭成功嘛 對 真的 第二個 如果沒有金門當時 在國共內戰裡面的優異表現 你現在哪能夠吹牛 還有很多政治人 我要親美啊 我要河中啊 什麼什麼 河中 講的實在是有個噁心 都是因為金門人的犧牲所導致的 河中真的很想吐 真的很想吐嘛 所以我是覺得 這些台灣的這些要台獨傾向的 政治案路啊 其實不只是民進黨有 國民黨裡面有一堆啦 真的耶 你說國民黨有人會去響應 這是什麼金門蓋橋的活動嗎 沒有啊 也不敢講啦對不對 其實國民黨很多反中的人 不是國民黨反中啦 國民黨軟弱不中啦 應該這樣講比較 說的好 軟弱不中 講正確的一個說法啦 但是大陸上去推進這個金門蓋橋 讓給我們一個面子 很難看就是 小金門跟大金門之間那一道 金門大橋你知道蓋多久嗎 蓋了幾年還沒樣子出來啊 小金門跟金門中間的橋 一直這麼短都蓋不起來 理由很簡單吧 有做海事工程蓋橋經驗的 只有大陸有機械設備只有大陸有 偏偏啊這個蔡英文政府就是說 營建工程啊 不可以使用大陸廠商 那就掛了 就再見啦 就再見啦 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嘛 也沒有那個機器設備 你總不能買了一套機器設備 只蓋一個橋以後沒有了吧 你不可能叫建商去幹這個事嘛 所以大陸上是現成的 他每個地方都有這麼機器設備 隨便釣一組來又便宜又方便 因為那機器設備用了很多地方 折舊的貪光了嘛 那台灣你重新去買一個 那折舊成本就很高 你也不可能為那個橋花那麼多錢 所以就一直擱在那邊 而這蓋的品質 平常聽講 烏魯木製啦 烏魯木製 應該這麼解釋 所以我是覺得 不只大陸要去推進建橋 更一步啦 大陸應該還要找很多人一起研究 如何把大陸的高速鐵路 從平潭延伸到新竹 這樣才可以給蔡英文更好的臉色看 邱委員 我們這樣看啦 就是說當兩岸軍事對峙的時候 那個時候廈門跟金門 福州跟馬祖都是戰地 可是時至今日 你看看廈門的發展 福州的發展 早已經遠遠的超越了金門跟馬祖 所以就金門馬祖的人民來說 他當然希望能夠 金門的人希望能夠跟廈門成為 共同生活圈嘛 馬祖的人希望能夠跟福州 跟連江的人形成共同生活圈嘛 當然 所以當時候金門的副縣長 吳成典 那麼就在金門跟廈門 通水典禮的時候 他說不只要通水 還要做到四通 四通通水 通電 通氣 天然氣 還有通橋 那時候想到的通橋是什麼呢 通橋是小金門到大金門之間有個橋 一直沒有蓋成 那小金門跟廈門之間 如果又有個橋 把兩個橋連在一塊的話 那不就是下金大橋就通了嗎 來對 金門到小金門這個橋很短 那小金門到廈門最短的距離 是6000公尺才6公尺 那如果這一通的話 那它產生雙方之間的經濟效益 忠效一定會大於現在的小三通 真的 對 因為你開著車子就來來往往 對 那從廈門 從大陸福建這邊的觀光客 開個車子自駕遊 就可以到金門了 對 所以對金門人來說 那當然喜歡啊 就像廉通館一樣啊 我一旦通了橋 像廉通館啊 現在是廈門的水位高 金門的水位低 一旦廉通館通了以後 那金門的水位就提高了 所以對金門人民來說 當然是一大福利啊 當然 所以金門的人很希望 好 那現在 現在廈門又準備在祥安區 那麼要建現代化的國際機場 因為現在的高級機場 規模越來越小了 對 就不服使用 所以要在祥安建個新的 大型的現代化的國際機場 那如果從祥安這邊 那直接連過來 就剛才講的大登島 對 大登島 就我們現在談著新的 夏金大橋的一個設計的地點 對 那如果這個橋一通的話 那對金門來講 那跟著真的是使金門能夠發展 也對金門人民是個回饋嘛 因為他們長期在戰地政務之下 他們的發展遲滯了 而現在台灣本身又財力不足 又沒有辦法溢出金門 所以這時候當然必須靠著 廈門來帶動金門的發展 何況廈門北有泉州 南有張州 夏 張 泉 這個三個閩南金三角 帶動金門的發展 而金門的發展 也會波及於台灣的經濟發展 所以對台灣來說 當然是好事啊 好 那就福州來說 福州現在機場是常樂機場 常樂機場本來就靠連江 離連江非常的近 那連江本來現在有碼頭 那你現在如果是透過了這個榮 因為福州叫榮城 榮樹的榮 所以變成榮馬 榮馬 榮馬就是榮樹的榮 馬祖 榮馬大橋 你一旦通橋了以後 那一樣帶動馬祖的發展 馬祖現在北竿南竿 連那個飛機本身都不是那麼樣的準點 常常沒有辦法損失起降 很多人都說到了馬祖 如果飛機不飛的話 你就被困在馬祖裡面 好那將來如果通橋的呢 那就方便啊 很多的問題就迎刃而解 那馬祖自然也發展了 所以就馬祖的人來說 他當然希望發展啊 我打個最簡單的例子 最近金酒公司 那麼跟一個過去在台灣發展 茶葉很有名的天人民茶的老闆李瑞和 他在大陸叫天福民茶 天福茶葉 他跟他合作 他只是跟他合作喔 整個金酒的業績翻倍 天啊 又翻倍 天福在大陸市已經做得很長 很多個經營據點 都可以買到金酒 所以金酒就推出去了 最近我在幫金酒做代言 這金酒本身呢 他是當時胡連將軍 在做金門防部司令的時候 然後軍隊中有很多的 這個來自大陸四面八方的 這個製酒的老師傅 他把他們集合在一起 那麼就開始研發出來金門高粱 所以有人說 金門高粱是醬香酒呢 像茅潭的醬香酒呢 還是像五糧葉的龍香酒呢 還是像青香酒呢 還是董香酒呢 都不是 因為胡連當時把這些老師傅 來自四面八方的集中在一起 所以有董香有青香有龍香有醬香 集合了中國各地白酒的各種香 就成為了金門香 就是特別 是 所以當金酒推廣出去以後 金門高粱真的是非常特別 有多少人就開始知道了 哦 原來還有個金門香 金門香變成一個專業名詞了 你不覺得這個就是把讓台灣之光嗎 這不就台灣之光嗎 所以我們從這裡整個一夜之秋嗎 如果兩個能夠試通通電通水通氣 通橋以後 那尤其通橋 那當然會使得金門跟馬祖大發展 金門馬祖大發展 台灣當然也被帶動嘛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好事 可是基於我們在台灣 不管是國民黨執政或民進黨執政 瞻前顧後 而且不是台獨就獨台 始終沒有辦法下定決心 為人民著想 若要真為台灣人民著想的話 就應該讓市通早點落實 讓這一個金夏之間的大橋 福州跟馬祖之間的大橋 龍馬大橋 趕快能夠成為事實 我覺得舊委員講得很好 我覺得為了人民的生活著想 根本就應該早日統一啊 你現在看看這個圖 金門這樣一個島 它居民平常有幾十萬人 然後你再加上觀光客 你怎麼可能脫離大陸 而能夠存活呢 你什麼都要靠大陸啊 然後你再放大 台灣也不過就2300萬人 這麼靠近大陸 你脫離大陸你要怎麼活 而擺明的事實 你就是靠大陸養現在 這個橋都不要讓人家通 這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個金門的老百姓 實在很可愛 我們換一個思考 如果說今天在台灣 發生這種事情 那如果說這個是 民進黨執政的金門的話 他會來給你搞一個 首先公投 要開橋我們先來公投 金門委員為什麼不公投 所以我說他們很可愛 很傻 好傻好天真 那來個公投 不管你中央同不同意 基本馬祖同來公投 我就是要蓋這個橋 金門你不給 沒關係我跟大陸貸款 技術援助 大陸絕對做得到 這公投募一下款就有了 大陸也很樂意來完成 那我請問你 你中央怎麼辦 中央只能說 重大件事要行政院核定 他一定這樣子 他拿出來就這樣啊 對 他一定這樣 然後金門 金門要怎麼樣反制 不用啦 你不用核定 我自己做 我自己蓋 然後我自己支付 我也不要你行政院補助 那民黨就說 那你違法 違什麼法請你告訴我 他去翻法條 你中共代言人 這個法還沒有制定 還沒有制定 對不對 他說金門認識很可愛 他應該找你 找業委員做顧問 這個橋保證馬上蓋起來 對啊 那所以說 民進黨在金馬地區 永遠拿不到票 就是這樣 大家看透了他嘛 是不是 那也可以說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其實呢 金門馬祖的老百姓很老實 就像我們 其實呢一般來講 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也是很老實 但民進黨 玩這個全謀這個技術啊 玩的是如火純青啊 他們法律在玩弄鼓掌之間 一丟過來丟過去 什麼促轉型正義等等 一下就把國民黨的 這個資產收刮一盡啊 國民黨費了幾年啊 幾十年的努力心血 才累積了這麼一點家當 那民進黨上台以後 就透過一個立法案 就把你收刮幹了 就收刮乾乾淨淨的 拿他沒辦法 國民黨還是拿他沒辦法 所以我是說 從那麼一個小事情 金馬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過來 這個政黨的本質是什麼 今天這個政黨 如果真正為人民好的話 你應該放棄你的成見 既然這個政策 對金門馬祖有好處 如果這個橋搭起來 對民生有幫助 你難道你還停留在 反共大陸的時代嗎 還是反共抗俄的那個思維 如果不是的話 能夠讓促進人民的生活 地方的繁榮 你應該樂觀其成啊 是不是這樣子 而且要努力的去促成啊 你今天不齒之徒 百般阻擾 人認他自生自滅 還好老百姓也是聰明的 所以你看 其實馬祖金門 他們跟福州跟廈門 都是親戚耶 我以前福一在馬祖的時候 經常出入境的時候 他們的祖籍是什麼 常樂跟蓮江 就是常樂每個都是 他們很多親戚都還在 金門人很多親戚在廈門 他們很多人在廈門買了房子 是 是這樣子沒有錯 所以我說為什麼政治要弄得 造成老百姓骨肉分散 造成老百姓民不聊生 能夠有機會讓他們提升的時候 你不願意在政策上推一把呢 為什麼不呢 為什麼做不到呢 就是為了你的政權嗎 政客是非常殘忍的 但是人民要怎麼樣呢 就是同胞虛團結 團結真有力 這是當時在抗日的時候 在台灣的抗日英雄 蔣衛水他所講的 我們要團結來對付欺負我們的人 因為我們如果國家 我們國人不團結 國家不強 我們就要挨打 挨打我們就會受傷 我們人民就會受苦 下個禮拜就是台灣光復節 那台灣在日本統治的51年裡面 是不是像很多人所講的 我們都是媚日的 我們崇拜日本啊 日本對台灣多好 我們今天就要來討論一下 在當時的英雄 跟當時的有沒有一些漢奸 有沒有一些配合日本的人 他們各自做了什麼事情 抗日英雄很多很多 有有名的叫做獅虎貓 抗日三猛 其中的貓叫做林少貓 小名叫林少貓 那本名叫苗生自義成 他是台灣 清治台灣鳳山縣的人 那他什麼時候開始抗日呢 1895年馬官條日擱台 台灣官民 亦不對倭寇臣服 然後當時見台灣民主國 誓死抵抗日本武裝擱戰 林少貓登高一呼 結合地方的子弟幾百個人而已 投入黑旗軍 轉戰中南部的彰化雲林嘉義那一帶 那1896年 彰軍的首領政績升帥幾百個人 大舉襲擊阿侯憲兵屯所 阿侯憲兵屯所 就是日本的憲兵屯所 當時的彰軍就以林少貓的家 當作起事起義的活動基地 不但彰軍的糧食都有林少貓攻擊 襲擊日本的憲兵屯所的計畫 也是林少貓開始來做的 1897年林少貓率領了三百多個人 襲擊潮州的日本憲兵屯所 日本殖民當局驚恐萬狀 惶惶不可終日 那根據當時日本的官文書 警察嚴格制 這日本人當時日本人所記載 林少貓絲毫不害良民 蓋以屠戮日本文武官員為止 他不殺不打不害台灣人 他專殺日本文武官員 然後林少貓劫掠日本人或親日者 親日者就是漢奸的財務 且藏正去附近的朱村莊巧授私人 就說啊就賣好啊 然後以致人民暗自以少貓為德者甚多 所以人民都支持喜歡林少貓 而日本總督府怎麼記載呢 林少貓是南台灣最彪悍最令官憲 官兵憲兵棘手的人物 這個是現在在翻譯成中文的 在台灣出版的台灣憲兵隊史 當時是完全是日本人寫的 是根據日本的官文書的 那這裡面呢就記載在485頁 南部地區憲兵隊的活動 怎麼樣講說怎麼樣林少貓 他講說讓陳中和去勸說林少貓 然後如何如何如何 然後讓讓他幼小林少貓以自俗 因為怎麼樣 台南縣知事機背跟法院檢查官長商議以後 把林天福暫時釋放 讓他幼祥林少貓來自俗 然後又找了誰誰誰來負責招呼林少貓的工作 然後 註託腹地禁私林中和 陳中和 陳中和 對陳中和 跟鳳山街長陳少山從中斡旋 然後這裡面就講到很多人 除了陳中和陳少山之外 加上鳳山的富商林基章 台南縣的參事陳李廷光 這都台灣人 還有阿猴專員公署參事 蘇雲梯 這個蘇姓大家都很熟悉了 蘇雲梯又進一步研究 勸降林少貓的辦法 但此時林少貓疑心疑身 看不到有歸順之意 如何如何 這裡面又牽涉到 西州莊的大地主 海豐莊的財主 這些人 好 這裡面 這都不是台灣人寫的 這都是日本人寫的 而且是日本的官文書 好 另外一本 台灣抗日運動史 第四集 0982頁 這個原來根據的文件 這是一個字一個字翻譯 從日文翻過來 原來是台灣總督府的警務局所編的 這裡面這一頁就寫 6月6日 警示總長去阿猴廳 事前就 另召集該廳館內的參事 接莊長 保證 假證等 然後如何如何如何 要求要振興保假 穩定民情 眾人聆聽後 慶賀討伐成功 參事 蘇雲梯 代表眾人達成 代表眾人回答說 哎呀 地方保假的任務 一直因為林少貓而受到妨害 今後一定會很好的振作精神 做出成效 蔡委員 您最近剛剛出版的 非常轟動的台灣史 您來看 我這邊舉出來的 都是日本人當時官文書的記載 我寫台灣島史記有關於這段時間的 基本上也是大量引用日本人的材料 那有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說明 日本的材料裡面除了官文書裡面 還有一部一支日本記者 當時很多的日本的記者 他寫的相對來講 比官文書更加客觀中立 然後你把這些資料總和來講 就是說寫歷史應該有了一個基本立場 就是讓檔案說話 不是你自己去掰 你自己寫什麼 檔案裡面參照一下 就很容易找到客觀的實施 當時的客觀林少貓 他本來日子就過得很好 他本來在清朝的時候 就委託他去管理台南的市場 因為你知道市場都是黑白兩道 混雜一堆不好管 肥水很多 很多 那台南的支付管不了 就拜託屏東的林少貓 你來幫我管 那果然管得很好 換句話說 用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說 他是市場管理處的處長 所以他年紀比其他的 所謂的抗日的人 年紀稍微高一點 因為他日子過得真的不錯 可是他能夠放棄這個日子 原因是什麼 一類雲林斗六大屠殺 激怒了他 日本在雲林斗六發動了大屠殺 把他激怒了 把一個日子過得這麼滋潤 日本這麼好的人 他也可以選擇跟日本合作 對 所以他本來只是偶爾 資助一下抗日人士 他本身證據聲 他本身沒有跳出來抗日 就是雲林斗六大屠殺 他氣憤義憤填膺 自己就善盡家財 召集了很多的兵馬 開始襲擊日本的辦公廳 警察派出所 憲兵隊公務所 目的是要幫雲林大屠殺 被殺害的老百姓來報仇 他基本上的新陸立城 是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有一個很經典的典故 他去搶陳中和的倉庫 剛好陳中和也在 然後兩個人竟然心照不宣 陳中和還幫他搬 搬他的東西 結果陳中和自己搬東西 幫他鬆手受傷 然後那個林少貓還找人幫他弄藥 有這麼一個搶劫的故事 換句說他的為人 連陳中和都欽佩 因為覺得他這不是一般老百姓 說沒有飯吃走投無路非反抗不可 或者是他純粹基於民族的一個情節 覺得同胞被殺害 不應該這麼殘忍的對待 所以當時林少貓呢 這樣一個角色 日本人覺得說 那這個可以妥協嘛 說不可以把它變成黃民 不是很好嗎 像台北的陳秋菊 不是要變成黃民嗎 所以當時呢 就動用了很多的力量 找各種關係去勸服他 果然也達成協議啦 就是說小港地區 那個叫後碧林 以前叫後碧林 小港跟屏東中間那塊地 就是現在的高屏溪的南岸 那塊地叫後碧林 就交給林少貓去找人開墾 所以你就安分在那邊開墾 你也不要去惹是生非 那林少貓也接受這個協議 就去開墾啦 結果後來呢 日本政府呢 換上了一個 俄裔元太郎當總督 他有一個叫後藤新平的 他覺得台灣人喔 那個眼睛喔 畢竟喔 是比目魚喔 不能夠改的 他們講了生物學法則了嗎 他覺得林少貓這個人喔 在那邊喔 變成一個各地方人馬 都來來往往的喔 遲早還是會出問題的 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呢 就派警察部隊呢 就是圍攻有名的阿猴大屠殺 就這樣發生了 林少貓並沒有對你們日本 造成什麼威脅喔 那日本主動要剿滅他 那剿滅也就算了 因為林少貓當時就是 重彈死在稻田裡面 也就算了 好啦 結果後面發生什麼事呢 日本人為了牽連 因為林少貓很浩克 朋友滿天下 好啦 才浩克 要抓所謂的 這侵匪分子 有一個姓蘇的 那個姓蘇到底哪一個蘇 我也搞不清楚 就拿出了一本 林少貓幫他母親做壽的 一個賀儀 不是做壽的人家 都是會送紅包嗎 然後就會牽制啊 送禮物啊 你說哎呀 我幫這個夜老 這個慶祝夜老的壽宴啊 就會門口就擺一個那個鐵子 讓我簽署 我蔡政緣到了 然後送禮多少 對 那個賀禮民部 有一個姓蘇的 就交給日本人 是蘇雲梯還是蘇雲英啊 因為這是堂兄弟嘛 對對對 親兄弟 親兄弟 然後呢 日本的記載裡面就說 根據 你想他想說 會給林少貓的媽媽送壽禮的 會參加他的壽宴的 應該就是你的什麼啊 復仇分子 通通抓 抓了四百多人 槍斃了一百多人 莫名其妙的亂殺人 誰幹的 姓蘇了 我當然不曉得姓蘇了 跟蘇雲上也沒什麼關係啦 但這總是 歷史上一個不應該的 一個懸案 如果說 他反抗軍 跟你政府軍打成一團 那你妥協了 大家就相安無事嘛 然後你這個政府軍 主動去攻擊他 那最後呢 你這個 自己投民族的人 竟然還拿這個出來指控 說哎呀 你趕快啊 去把這些人給抓起來 要不然這些人 跟他是很好的關係的 這誰幹的 這件事情更加醜陋 所以這個 我們也不知道 蘇雲英跟蘇雲梯 這兩兄弟 跟蘇貞昌什麼關係 蘇貞昌自己可以講清楚 那有一本叫做 《屏東縣香嫌傳略》 因為我們中國人都很在乎歷史 那其實我們要去返還歷史的真實 到底日本佔領台灣51年的 台灣人到底是怎麼樣生活 當時的樣貌如何 其實相演 其實都保存很多資料 可是因為政治上的關係 很多人不希望自己的祖先 不希望自己的長輩 過去幹的事情被現在人知道 所以大家都要紛紛湮滅 那有這樣一本書 《屏東縣香嫌傳略》 裡面有這麼兩頁東西出來 然後出版之後呢 後來再版的時候 作者趕快把這兩頁給刪除了 所以我們就去調了這兩頁來看 這兩頁呢就是蘇雲梯 蘇雲英 蘇雲龍傳略 這裡面講到蘇雲梯 他原籍福建漳州 然後生於清同治二年 然後呢 他是前清秉升 裡面充滿讚美 為人磊落 慷慨富俠義 所以 把那個四百多人的名錄 送給日本人 害一百多人被砍頭 不知道跟這蘇家有什麼關係 那裡面講呢 他在日本 在1901年改任阿侯廳參使 就剛剛 《誘捕林少貓》裡面 就有他這個角色 然後呢 之後他變成什麼樣呢 他是南台灣有名的實業家 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你可以創設南昌智堂會社 你要知道 智堂在日據時代是專賣耶 你跟日本人的關係要非常好 真是了不起才能這樣 你還擔任社長 然後阿侯聽智堂會社 現在呢 此時此刻 這個會社現在變平通台唐總廠 然後任內呢 怎麼樣大興長財啊 然後他也精靈練瓦啊 然後呢 還有一個叫做蘇雲英 蘇雲英也當過阿侯廳參使 還當時在日據時代是台灣商工銀行 我的天啊 就現在第一銀行前身 日本人統治台灣時間 你還可以去成立銀行 那你跟日本人什麼關係 他是發起人還是取地益 然後還是阿侯廷區長 取地益就是常務董事 了不起啊 還是高雄州協議會的會員 然後還有蘇雲龍 屏東信用組合專務理事 都是等於說在日據時代 都是高級高級高級的台灣人啊 來邱偉 歷史總要有個爭向有個正義吧 我稍微說一點補充 在抗日三猛的裡面 這個林少貓是跟日本人 抗爭時間是最久的 那麼最早被日本人殺害的 是北部的簡大師 接著是中部的柯鐵虎 林少貓呢 一直跟日本纏鬥到 19大概02年左右 那麼才被日本人漢奸 被漢奸配合日本人 把他給誘殺 那所以他抗這時間最長 那台灣有個很有名的企業家 過世的叫溫世仁 溫世仁呢 他辦了一個 溫世仁的武俠小說大展 第一屆 這個武俠小說大展 得到第一名的金牌獎的 他的書名叫做小貓 小貓講的就是林少貓 那林少貓為什麼 後來被稱之為貓呢 簡大師也不是原名叫做大師 那是因為他力量很大 他被抬起石獅子 沒錯 所以他被稱之為簡大師 反而把他的原名都給忘掉了 那柯鐵虎呢是一身橫鏈 叫金鐘造鐵布山 所以叫鐵虎 那為什麼叫林少貓呢 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說日本人要抓他都抓不到 所以他像九命怪貓一樣 那第二個 因為他的身形啊 聽說他是從師承南少林 所以他的武功很好 所以他可以踏雪無痕 飛沿走壁 像貓一樣 對像貓一樣 對了 所以後來有人又傳言 我們在台灣的民間 有個很有名的叫 異賊廖天丁 那廖天丁跟林少貓的關係呢 有人說啊 廖天丁其實就是林少貓的原型 因為他是被日本人殺死的 所以很多人懷念他 也就創造出來一個廖天丁賬號人物 但也有人說廖天丁是林少貓後來收的徒弟 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林少貓可以說是在台灣1895年以未抗日之後 非常重要典型的抗日英雄 那林少貓的活動範圍都在我的故鄉 都是在鳳山都在阿侯就是屏東 那麼都在這個範圍活動 那麼他勢力最大的時候 曾經一度要打進鳳山城 哇 所以他本身啊 他的號召能力是非常好的 本身也非常的符重 文武全才 大家看到 事前剛才介紹的 他既會經商 又會組織 那本身呢 又具有非常武功功耗 對 再加上有一顆 愛國的心嘛 他在整個以未抗日裡面 他當時就幫助了 這個劉永福的黑旗軍 在南台灣抗日 那後來自己親身了下來 那麼參與了抗日義勇軍 所以對林少貓來說 是個典型的抗日英雄 那林少貓跟他互動過的 很多都是漢奸型的人物 剛才提到的陳中和 陳中和有個孫子叫陳田卯 那陳田卯就是高雄的市議會的議長 也是很受到尊重的老議長 高雄在高雄有三大家族 三大家族裡面最大的那個家族 就是陳家 陳家家族的 他們所供奉的 這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就是陳中和 那也是跟國民黨關係 最好的 國民黨在高雄 最重要的人脈的一個中心 那 也就是說在日據時代 曾經跟日本人合作的很多家族 到台灣光復之後 國民黨繼續跟這些家族 但是陳中和畢竟 對林少貓還是英雄欣欣欣相喜 沒有去陷害這個林少貓 那可是要談到剛才講的 蘇雲梯 蘇雲英等人 不過怎麼樣 這兩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應該就是蘇貞昌的主婦 另外一個人是蘇貞昌的淑公 他們兩個人是親兄弟嘛 一個是主婦 一個是淑公 所以基本上 蘇貞昌你說 他是不是日本漢奸之後呢 蘇貞昌要告人 他曾經告過誰呢 告過唐湘隆 但是我在這裡還是必須 以我所掌握的證據 蘇貞昌的主婦跟淑公 確確實實是蘇雲英跟蘇雲梯 只是哪一個人是主婦 哪一個是淑公 我很難分辨 但是這兩個人跟他絕對是 一個直系的親屬關係 對了 這點是可以確認的 然後蘇雲梯跟蘇雲英 是漢奸嗎 當然是漢奸啊 我們就要來討論啊 他告人家什麼呢 做日本人的狗腿子 從日本人做日本狗腿子裡面 得到了許多特許權 所以你有這麼大的權力開銀行 開智唐廠 我做過台唐公司的董事 台唐公司在屏東總廠 最有名的屏東總廠 那就是以前屏東總廠就是 蘇雲英 蘇雲梯 蘇家的家族在掌管的 對 在屏東總廠裡面的老員工都知道 蘇雲英 蘇雲梯 蘇家 蘇雲英 這段歷史啊 所以逃不過去呢 那時候 之前你說啦 唐是所謂的特許的 是專賣的 你能夠讓一個台灣本地的人 能夠去管理屏東總廠 這個唐業諸世會社 你天哪 那不是日本人的狗腿子 扒日本人的馬屁 扒到一定程度日本人會信賴 給你這麼大的舔頭嗎 還可以開銀行 开银行那么容易啊 开玩笑 日本人要控制人 后天后等新民的做法 就是要掌握你的人 掌握你的肚子 掌握你的经脉 他怎么会让你看银行呢 他怎么可以让你掌握 整个金融秩序的一部分呢 好 还可以做参事 还可以做议员 那你想想看 他们在日本人 一定立了很多功劳 帮日本人做狗腿 立了功劳 才会得到这些赏识 这个是日本官文书里面 写到他们的角色 就是书云梯的角色 对啊 谈到跟林少猫的关系 你说多缺德 他把那一本 像刚才郑云兄说的 他把那一本 林少猫非常孝顺他母亲 帮他母亲助寿的 大家的那种红包布 对不对 他就把这个奉献给日本警察厅 然后日本警察厅 可以依照那一个红包布 里面去抓人 抓了四百多个人 你觉得缺不缺德 枪毙一百多人 是啊 所以林少猫基本上也就是被 苏家这个汉奸害死的 所以尽管苏贞昌喜欢告人 我还是必须把话讲清楚 这个东西是历史上 真真实实的记录嘛 不是你把这两页拿掉 而且这个记录还是日本人写的 对啊 这个屏东县乡前赚业 现在这两页之前你想这两页已经没有了 对啊就没有 我们现在 已经拿掉了 对 你拿掉就不存在吗 他们在日据时代就没有拿到唐的专卖权吗 你想想当时台湾的农民多可怜 在清朝的时候台湾人有钱 因为你种甘蔗你可以自己炸唐 然后卖回唐山 所以你赚钱 等到日本人的时候是你种甘蔗 只能卖给唐厂 然后多少钱唐厂说了算 那你竟然苏云踢 苏云他们可以拥有唐厂这个专卖权 能够在里面管事情 多了不起啊 而且我觉得还要再追踪一下 当时候日本派的敬畏师团 北白川功能九亲王 跟这个三根大将 三根少将 那么到台湾来 一路往北往南沙 后来在台南遇到了 明昆刚的部的军队 义军 后来北白川功能九亲王就死掉了 但是日本人为了面子 说是生病 得面疾 得面疾 热病死掉了 好 日本人因此又派了第二师团 也是日本在非常重要的 陆军的战成乃目西点 台湾的第三任总督 就是刚才 这原来我讲的 尔玉元太郎是第四任 对 他 乃目西点第三任 他就日本的陆军的战神 在打日俄战争的时候 他把203高地打下来的 那个日本大将 就是他 就是乃目西点 乃目西点 一则在嘉义部带登陆 一个在屏东访辽登陆 就开始乱杀人 整个迦南的大屠杀 没有错 要报复 因为你们台湾人在台南杀了我们北白川功能亲王 对 然后就开始杀人 尤其在南台湾在屏东 火烧庄事件 也就是以卫抗日里面的最后一战 萧光明 那个主角叫萧光明 萧道印的祖父 在过程里面 就有汉奸带路 汉奸带路里面 有没有苏家兄弟呢 苏贞昌一定知道得很清楚 立了这么多的功 才能够管塘场 才能够开银行 才能够做参事 才能够做议员 汉奸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汉奸得到这些农柜 是要做很多 让日本人荣心大悦的事情的 日本人荣心大悦 就是台湾人 失衡遍野 然后日本人对台湾的屠杀 你想想看台湾当时多少人 日本统治台湾五十一年 竟然可以杀掉六十万台湾人 你怎么看 这个我是觉得听了那么多 刚刚讲了那么长的话 我们只是觉得说先贤先烈 他们为了抵抗 这个异族的入侵 牺牲性命 回家续难等等 在所不惜 可是同在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 有的呢就去意服从异族 来一起来残害自己的同胞 这都在历史上 都不容许逃避 他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我们再回到现实的一面 到了我们这一代的人 当然也有把这一段历史都记得 就像韩国人这样子 这种民族有 但也有一些人呢 他仍然遵循着他们父族的 那个汉奸之路的脚步 一步都没有遗漏掉 一步一驱 就还是仍然扮演着那个角色 历史为什么那么的反讽 总是不断的重复 总是不断的重复 但是话说来 为什么韩国人可以这样子 对日本人他这个念之在之 这个血海生仇不容易就化掉 台湾人呢根本就血迹未干 这个都不是很久远的事情 对 才几十年前的事情 几十年前的事情 就要湮灭掉 我们还可以从存在的事跟物 都可以找得出那个轨迹出来 那后面的汉奸的后背 是不是也一钉就非得还是当汉奸吗 难道这是有遗传的基因吗 我不认为是如此 那你说教育吗 或者是人的本性 这点是值得我们去省思的 所以那现在话 讲到你刚刚说这个 他这个什么乡闲制里面 这一段又拿掉了 这两页已经现在没有了 就没有了 我认为这个地方的政府 这一点是很不应该的 我记得郑七哥里面就有讲 再起太史前 再进董胡比 这个史书啊 不可以轻易去更改的 你现在掌权你写了一通 那等下一个掌权跟你立场不同 又重新扭曲 这个是在这个史学家来讲 这是不容许存在的 应该不管它是保是贬 那个当时的立场是怎么样 你可以找出一百个理由 替你的先贤先祖来做辩论都可以 但是呢 不容扭曲 不容土改跟不能消灭 这个呢才能够真正的树立 你这个民主也好 这个国家也好 这个社会也好 一个典范 将来作为后人行为的准则跟典范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说你现在为了目前的利益 为了你现在的现实的需要 然后你扭曲了社会的道德跟价值 跟标准 然后等到你得了利益以后 你的后代子孙呢 另外一个给你粉丝太平 从事装饰一下 这样子是不公平的 这样子的话 这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 乃至于这整个民主呢 就没有是非 没有价值 也就不可能永续存在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所以我说从这一个 刚刚我们讲林少猫的事段 讲到先贤 讲到他们的牺牲 讲到他们的后代 讲到现在 我们就值得我们深刻的去反省 如果历史就可以这样 然后就湮灭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信任的 过去的人为我们牺牲 过去的人我们的先贤 曾经怎么样勇敢的抵抗异族 怎么样牺牲自己的荣华富贵 如果我们不纪念他们 我们还算个人吗 那过去残害我们的先烈 残害我们的抗日英雄的人 也不能怎么样 但历史就是历史 到底苏云英 苏云梯有没有在 日据时代协助日本政府 去诱补林少猫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有没有 请回答 有没有在日据时代 拿到日本的 这堂的专卖权 有没有 有没有拿到一个权力 可以在日据时代在台湾 开银行 有没有 然后这两件事情 就是你拿到特权 跟你诱补林少猫中间 有没有关系 就请历史学家来研究嘛 那些不是很爱研究台湾史吗 是不是很爱称赞日本人 那就继续拿出历史来讲啊 要我们跪拜也行啊 怎么不敢讲 为什么要湮灭 到底在怕什么 中国历史上向来不缺乏案叹监 但是总要留下证据 谢谢 谢谢 就是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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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海银